他是我崇拜的人 哎呦 真的 我现在做这个原因 他虽然比我小 老师 虽然比我小两岁 但是他的成就 他的那个资格 要比我老得多 都是一个美男子 非常 非常帅的一个人 现在也帅呀 赵老师 现在 我偶像吧 没有啊 比较起来 特别喜欢赵老师 就什么时候啊 那个亲切呀 那个感觉呀 最关键是前两天 我给打电话 咱们突出主角 好吧 那得把您怎么来的 得说明白 你别说立足北京就好了 在家里边摔了一下 我说赵老师 要不就咱就 我就想办法 反正学生也多 不行 既然答应的事 我就怎么着也得去 赵老师怎么摔的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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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受不了 对了 给我们讲讲 这都别编啊 哈哈哈哈 跟大家聊聊可以 嗯 其实像我那个老人呢 不能摔跤 一定记着啊 你们都年轻人 长辈还都在 所以一定要注意老人 切勿 这个青泽 听我宣传 老年人注意健康的意识 对 赵老师您带着什么礼物呀 这个是这样 哎呦 这个 我呢 让那个 有一个叫乔治的 嗯 他经常给一些老艺术家服务 嗯 我说呢 那个 你给起个稿 写个诗 嗯 写个诗呢 我呢 算给他 给他改改 嗯 热纹色 十一七绿 哦 写的呢 是老师的 这个 艺术生涯 我们内心对他的一种崇敬 嗯 内心对他的崇敬 嗯 因为老师的这种艺术生涯 不是一首 中国古典式几句话就能囊括的 是 所以呢 我们就 表示表示 这个心意吧 嗯 我仍然 这样坚定的认为 我是他的晚辈 嗯 尽管呢 他出道的时候 我就给他报幕 嗯 因为那时候当年 北京电视台后 八年诞生 人家五九年就毕业了 嗯 人家来唱的时候已经是 歌唱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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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刘苏 第一批刘苏的 所以呢 郭老师是第一批 刘苏的 回来以后呢 北京电视台 那得多请 我们请 转发 我肯定要 我肯定要 录像设备 只能直接 你说一句话 喘一口气 啊 这个首演深法布 您动一下 只能直播 不能录像 没有录像这个功能 唱歌也是吗 也是 唱歌必须得上这唱来 您多大的角 对不起 劳您大驾 您上我们的小地来 我们直接给您播 要不然观众看不见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郭老师来的时候 那我必须 即使我们在两个眼区 不在一个眼区 也得我们给他报幕 不报幕出了一点什么回事 怎么唱 也得报幕 所以我就记得当初 给郭老师 当时给他报幕的人 很多台上台下的 北京电视台这块地 这个小宝地 我报幕比较多一点 就这一声 太棒了 这个时候 他还是 我小孩 还是小孩的吧 您还记得吗 他应该不记得我 那个七一 游心 这个我觉得赵老师 真是这一辈子 这给多少人报过幕啊 哎呀 真是的 赵老师 我们看看您的字吧 这是您写的吗 不是 这个稿子弄好了以后 一位是江坤先生 江坤写字写的 是很好的 一位是我的同龄人 杨洪基 杨老师 江坤和杨洪基 你饿写了一服 来你打开这个 饿写了一服 哎呦 哎呦 各发童颜唱晚情 承兮桃礼 皆精英 身如松柏千秋绿 心无繁花 万古名 书品蕴蓝 亲百姓 哦 书品蕴蓝 亲百姓 家珍 宗敬 宗敬 念 初情 是初心的意思 二一 而迎金曲 永心事 咱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嗯 这个我们的 郭老师 这样一个年龄 还在 歌唱歌颂 我们这样一个新时代 嗯 是吧 呃 永心事 别让 一 是江坤先生的 呃 红颜色这一服呢 是 洪基老师的 哎呦 太棒了 这字都很 很漂亮啊 很漂亮啊 这是王维莲老师你吗 哎呀我我不能说不能说喜欢了嗯喜欢太轻了嗯我就很受宠 受宠若惊 受宠若惊 真的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 真的 我我必须跟大家公开我想要说什么心里话 哎呦 真的 我真的担当不起受宠若惊 你给我服气了呗 呃 我感觉到感觉到这个 钟祥 我留唱到他后的 他的 就是 这个 您唱的 非常 非常深刻的非常深深的爱 对我 谢谢 感谢 非常非常深 感谢感谢 真的感谢 哎呦 谢谢 所以我来讲已经进入了这个老年的行列 对这个这么一个合法童年的老艺术家来说 这是我们国家的珍贵的宝贵的 呃 这样的一个国宝级的艺术家 对 是 他 年轻的时候 因为条件的优越 自己的刻苦努力 组织上党的培养 嗯 呃 观众的热爱 成长起来 而且送他到 前苏联 嗯 那样一个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地方 嗯 他在一个神圣的音乐殿堂 呃 刻苦学习 回来以后 一直包括黄鹤院的这种歌的那个著名的歌曲啊 呃 很多这个歌剧啊 我们下 верс了 说了 就像我们下课了 走了 我们下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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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一次赵老师您是请郭老师一起吃炸酱面了吗 我们聚会叫聚会 赵老师的炸酱面在这个圈里特别出名 经常大家聚在一起 那个手艺怎么样啊 您吃过吗 赵老师的炸酱面 我都提醒您了刚才 我说这个谁那么抠门 只得吃炸酱面 我想喝炸酱面 他能想得更清楚点 但是后台你们的工作人员不让写 说炸酱面 这面勺太多了 四川胆胆面 所以又直接给走到那个光系老师那了 这个问题是前几天我在我的教室 真的我们叫了个炸酱面吃 最后就分不清了 就蒙圈了 就分不清了 如果赵老师刚才说是炸酱面 炸酱面您能想起来在参加里面吃面条吗 也有两份 他一份 他是一份 他是最棒的 最棒的一份 他专家的一份 还有就是演王什么 王铁城 王铁城 铁城啊 铁城的是我学兄 你看 王铁城老师跟您是 我们是一个中学的 北京炸酱面 前净也有炸酱面 前净炸酱面是天面酱炸的 天面酱 北京是黄酱炸的 对 好齿鸡了 是 去赵老师家吃炸酱面的 那真的是一种 天天心情好 不是 他的特点是很多的菜马 菜马 对 马子 马子 菜马 就是赵老师 我这必须得预约一顿啊 哈哈 我每次过来他都不带我去 是 他老说赵老师没请你 我也是 下回我干净 就是 对呀 用不着他 我怎么能随便 就是 自个儿去 谁想去就去呢 对不对 自个儿去 那我们 这么说啊 现在呢 我和 王芳和 二王吧 比起来 二王吧 怎么是 二王怎么 二王吧 也出来了 不是二王 这你想 这你想 这是 按我的 按我的年龄 按我做了这么多舞台 这规矩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疏漏 没有太可爱了 这一定删掉导演啊 哈哈哈哈 这不行 这不行 哈哈 不是他 他太爱那个 轻炭号了 对 对 上次 我也是多余 我也是多余 对 说这 王芳为念 这就完了 我非得说 我非得弄个简称 对 这个赵老师来到这里 我们也很开心 咱能合个影吧 好不好 好 咱就坐着合 就坐着合 坐着不动了 来来来 咱就坐着合